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可玉池宫欠战还钱是什么鬼 武德六年七月 长孙无忌重修后花园 你欠本王三千一百两银子 九月 长孙无忌百九席 你欠本王五百二十两银子 十月买马 十一月买亭子 这都给你清清楚楚地记着 长孙无忌的账 为什么要挤在我头上 拿来吧 属下定当舍命相中秦王 多礼战功 争取早日还钱债务 坑爹呀这是 远方都没有了 我上哪儿还你银子去 还有那个盖子的长孙无忌 又不是我媳妇 为什么要我替他还钱呀 算了 看在长孙无忌 是本王夫人的哥哥这份上 这笔账 暂且不合你算了 原来长孙无忌的姐姐 长孙无忧 是李世民的老婆呀 还好还好 逃过一几 一个随时可能会挂掉的武将 能不能活上十年 还不一定呢 还是直接几成坏账号了 原来不是看在长孙无忧的面子上 这个朝代是不是没有正常人呀 堂堂秦王把我叫来 就是为了问我要钱 誓死地计 这就是传说中的长孙 孙皇后啊 果然是个美人 连蠢色都这么好看 在当时一定是流行仙剧吧 不对 那个蠢色 分明是杨树林 2016圣诞星辰星辰星辰 仙亮系列52号色呀 绝对不会错 你是我的小亚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的 暴露了吧 真相只有一个 你是从现代偷渡来的 拜托 千万不要举报我呀 我好不容易才嫖到 遇到我的真命天子李世民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可是你这样会扰乱时空 历史中的长孙皇后 可是极力弥合李渊后宫 与秦王之间的矛盾 玄武门当日轻面出将 这些你做得到吗 绝对可以啊 选武门事件的时候 我还可以去应援 李世民的应援色 应该是什么颜色的 黄色吗 不对 黄色应该是 逼个棒的应援色 我要举报 对 我这里有个偷渡的 我不是 我没有 终于搞定了这个半路 杀出了搅局的家伙 等真正的长孙五优回来 就一切OK了 不过 说到夫人 我好像也以为 刚才读取历史剧情 看到了我有两位夫人 不知道是不是和长孙皇后 一样貌美如花呢 一下子突然拖了两个美人 古代人真幸福 你怎么来了 相公来了 快请坐 玉池平日宫事繁忙 许久未见 特地前来看望两位夫人 这是什么夫人啊 喂 这脸掉的 见了我像见仇人一样 不是献殷勤 费奸极道 姐姐 我们两个不需要你假惺惺的关系 劝你一句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留在府内的 不要妄做好人 小心别被你的杜柱 勾了魂去 杜柱 勾了魂 我家到底都住了些什么人呀 我家到底都住了些什么人呀